大家好,我是小杨,马上要过年了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红糖八宝饭,象征着团团圆圆,甜甜蜜蜜。 一起去看看制作方法吧。 首先给碗里面加200克姜米,姜米也俗称糯米,再倒入足量的清水没过姜米,放旁边浸泡5个小时以上。 接下来在碗里面准备20克红小豆,30克的花生米,再加入足量的清水,没过所有的食材放旁边浸泡5个小时以上,然后再把泡好的豆子先倒进凉水锅里,盖上锅盖,打开火,水开以后煮7分钟。 接下来,我们趁这个时间准备几个大枣和一些葡萄干,再加入足量的清水。 再放适量的面粉,面粉有较强的吸附能力,它能把干果外面的脏东西清洗干净,洗一会儿,然后把水倒掉,再换第二遍清水。 彻底把它们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 7分钟以后,我们再把姜米倒进锅里,因为豆子不太好熟,我们先煮豆子,然后用锅铲把它们搅动一下,防止粘锅底,再盖上锅盖,锅开以后煮8分钟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,我们再把枣子处理一下,把枣子从中间对半切开,再把它的枣糊取出来。 去完所有以后,把它们放旁边备用着。 这会儿,咱们这个姜米也煮好了,在姜米煮开花之前,把所有的食材都捞出来,这一步有效地可以杜绝加深现象。 接下来,我们准备一根带高温的碗,给碗里面均匀地刷一层食用油,这样便于脱模。 先给底下撒一层干果。 然后再把红枣摆在碗底。 我们在摆红枣的时候,红枣之间要有一纸宽的距离,我们再给碗底白点枸杞点缀一下,这样子做好吃又好看。 然后,在红枣的中间放一粒煮熟的花生米,然后给碗里面铺一层糯米饭,用勺子把它们尽量压紧实一些,再用勺子给它们按压平整。 有些人给里面加一些大油。 个人建议,为了减少热量我没有加,然后给上面再撒一层红糖,再把红糖均匀地摊开,再均匀地撒一层干果。 然后再放一层姜米饭,继续把姜米给它按压平整了。 在上面再撒一层红糖。 最后,再撒一层自己喜欢吃的干果。 再加一点点清水进来。 水不要加太多,因为糯米和豆类都是提前浸泡和煮过的。 我们在最上面撒几粒枸杞,再点缀一下,然后再放进蒸锅里,盖上盖子,水开以后用大火蒸40分钟,然后再关火焖5分钟。 时间到了后我们关火,咱们这个八宝饭就蒸好了,再把它拿出来稍微放凉一下。 然后给上面盖一个盘子,再给它倒扣过来,漂亮,咱们这个红糖八宝饭就做好了。 最有年味的一道饭,大人孩子都喜欢,香甜软糯,太好吃了。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做一下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在视频下方添加关注转发。 感谢支持,咱们下期再见。 ,咱们下期再见。